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寻找零食记忆 吃零食 你的零食记忆是些什么玩意儿 就是因为小时候家里人可能管教比较严 所以从小吃零食吃的比较少 然后长大之后感觉 可能还是失去了一些童年时候的快乐 你跟我们说一下 有哪些属于上一个时代的零食 咪咪虾条 虾条 虾条 金丝猴奶糖 好多 无花果丝 对 魔法式 麦麗素 果丹皮我小时候知道是长这个样子 不对 咱们的这种共鸣怎么跟观众都共鸣到一起了 我们童年难道在 我告诉你 我作为一个七十年代的 这个我小时候看的果丹皮也这样 也这样 他们都不净化的吗 可能流传的比较久 这酸梅粉 就直接吃了 我们都直接往后倒 现在还配勺子了 过了二十年就多了一把勺 这个吃了 我超爱甜那个甜的部分 上面的那个 对 吃完后面那个就不想吃了 对 我都是只把上面咬掉 而且会摆很多 摆在桌面上 摆很多底座 然后后面那个部分怎么办 摆着呀 好看 1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喜欢吃巧克力吗 我喜欢吃巧克力 我特别喜欢吃巧克力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巧克力 就是就连那个可爱多 它下面有一段巧克力 就我上面的冰淇淋都不要吃 只吃下面一点点巧克力 老铁 你好 男嘉宾 就我上小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那个黏牙糖 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 那个时候我只要一放学 我就会去买 然后后来我就看牙医去了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零食少吃 大家都吃点瓜瓜蔬菜 谢谢提醒我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吃甜食 9号 男嘉宾 如果你也喜欢吃零食的话 我推荐你尝尝港容最新推出的 真面包 香醇柔软 新鲜美味 真的不一样 相信你会喜欢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你介意有时候叫我 可能会听不见 为什么呢 我发现我这个人 有时候在专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很难听到别人在呼唤我 这也是我朋友跟我说的 我自己也发现不了 不能同时做两件事 对 有这个问题 大脑在运作的时候 可能想这件事的时候 只能想这件事 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可能也只能去听 1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跟你会有同样的问题 但我不是听不见 我可能是大部分 会有时候一些信息 可能不能及时收到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在忙 然后就忘记回了 这种情况你会建议吗 这个不会 这个很正常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 1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的情况 就是我室友发现 如果我在玩手机的时候 他问我什么问题 或者他跟我说话 我会下意识地回应他 我会说真的吗 好的 然后后面他就开始逗我说 那你一会请我吃个饭 我说好啊 好 就这样子 他们说男朋友的回话 可以敷衍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系列 你们大概有人看过吧 比如说女朋友说 宝贝 我到家了 男朋友说打游戏 注意安全 他说我都到家了 我到家要注意什么安品 没